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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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公司都会开头 不知道会否觉得很混乱 因为实在那些目标和指标实在太多了 你都不知道按自己的业务 其实如何去将这些可持续的指标 加入自己的业务 并且最重要是定项目标 哪些重要些 哪些没那么重要 在你们的角度 到最初是怎样去筛选和怎样摆取重要性呢 Dabby 问得相当好 其实哪些东西重要 哪些不重要 我们的看法不是自己说的 我们应该是stakeholder 说的 谁是stakeholder 请问 我给大家听了很多stakeholder 但大概的方向就是说 不是我们去决定哪些事情先做 是我们问我们的持份者 哪些你会觉得比较重要 是吧 因为每一个行业都不同 譬如好像我们物流行业 那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你看到货仓里面 兑满了货 那些货不是我们的 我们其实没有货 是 那我们主要是人 那很多时候 我们问stakeholder的时候 他们会说人重要 这件事是要去定的 那我人在工作环境上面 我工作环境都重要 所以这些目标 我们是会很重要的 所以在我们定立的三年目标 是可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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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做会计的 在这个ESU的时候 我们希望每一个范畴 都尽量找一些可以 评估的方式去做 那例如 我们那个人才 那才算 那我们有一些ISO的standard 有个42001 那我们叫做 那另外在环境里面 我们希望做一些 比较另类一点的东西 其实应该是几年前 我们公司已经用了一些 制冷设施 因为我们有很多冷房 制冷设施 是已经用了一些 新的天然雪种 去代替了传统的雪种 所以做出来的 减排 减排 是有一个更好的效果 譬如你刚才一直说 我都明白 譬如物流上面 你们本身 只是单日计 你们的员工 应该都超过4万人 然后你们服务的是 全球不同的人 譬如在人才方面 ESG的融入等等 其实你们是否最 可想而知是最注重 你们暂时由2020年开始的远景 摆最重的就是这部分 没错 因为刚才我说了 一间物流公司 其实我们提供的不是产品 我们的产品 其实是服务 而这些服务是由人带出来的 所以在develop的人才那里 我们在ESG里面 就多做了很多事情 还有我们都要教育 因为我都会退下来 有批人上来的时候 他们知道 这件事是要继续持续发展下去的 所以里有一个 Young executive academy 就推年轻人上去 是的 我们自己本身都会做一些教育 希望将年轻人在这方面更加注重 不过现在年轻人去接受这件事都很容易接受